怎么才能把PlayStation制造出来 九德两件所参考的要素之一就是摩尔定律 这是英特尔创始人哥德摩尔在1965年提出的经验法则 基于半导体微细化技术的发展 揭示了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演化趋势 其核心内容是CPU的运算能力大约每18个月会翻一番 随着半导体微缩化的稳步推进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在量产层面上 每三年半导体项目的宽度就会缩小为原来的0.7倍 这样一来芯片面积就会缩小到0.7平方等于0.49倍 相当于需求面积减半 如果保持面积不变就可以放入两倍数量的晶体管 即便架构不变处理能力也会提升一倍 再加上晶体管本身速度提升 每三年还能实现两倍的性能增长 于是三年的性能提升幅度就是2x2等于4倍 这就是摩尔定律的依据 18个月性能翻倍 三年性能提升4倍 不过这样规律适用于需要保持向上兼容性的半导体 而在3D计算机途径 这个可以自由探索框架沿进的领域 性能提升的势头竟然达到了三年10倍 久度来我们简进一步敏锐地意识到 如果能在单一硅片上放入更多晶体管 就能直接改变架构本身 如果开发出全新的架构 那么性能的提升会更加惊人 把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便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三年提升8倍 更重要的是 久多两年前通过多次参加国际固态电路回忆了解到 半导体微缩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三年的一个技术周期 很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 于是他进一步推算 三年提升10倍才是合理的 那么要经过多少次10倍的提升 才能把拥有2万个晶体管的系统计缩进一枚芯片里呢 先假设1万个晶体管装进一颗芯片 1万等于10的4次方 因此需要4次10倍的提升 一个周期三年 3年乘以4等于12年 才能在单芯片内提升1万晶体管 如果采用双芯片结构 就能实现2万晶体管 也就是说12年后的系统计 就能集成到两颗芯片里 回到1985年 当时量场LSI的限宽在1.4到2.0微米之间 按照每三年缩小为0.7倍的规律 从1985年的2.0微米出发 就可以推算出 1988年限宽1.4微米 1991年限宽1.0微米 1994年限宽0.7微米 1997年限宽0.5微米 也就是说到1997年 1985年之后的第12年 系统计才能缩到两颗芯片的规模 九多两目键说 从计算上看 目标年份是1997年 但由于技术进展在加速 以许说是12年 不如说10年更合理 这就是九多两目键的先进之名 既然能够推算出4个时代后 进入0.5微米工艺 那么产品的推出时间 就能精准锁定 他判断1995年 甚至最早1994年 就是最佳时期 0.5微米工艺的LSI芯片 在80年代后半 就已经能在研究所做出少量 九多两目键对此的想法是 1991年时 全球可能会有数万颗 但是这还不足以支撑游戏机的量产 只有在1994年到1995年 才能进入百万颗级别的大规模生产 因此九多两目键决定 那就是PlayStation最该出手的黄金时期 九多两目键正是以半导体发展的预测 来衡量系统计 是否在PlayStation上的实现可能性 并据此理论制定了宏大的蓝图 这一切发生在1985年 与系统计相遇后不久 这就是九多两目键 敢于自信判断技术趋势的根源 即便在1992年 索尼和任天堂分道扬镳 它也毫不动摇 因为核实出手早就推算好了 合作破裂也不会改变结果 他后来回忆说 即便和任天堂的合作没有破裂 我们也会在1994年左右推出下一代产品 毕竟必须瞄准世代交替的时间点 九多两目键之所以能在索尼内部 如此坚定的主张进军主机游戏领域 正是因为有这样清晰的预测作为支撑 然而它的设想过于超前 索尼设内并未真正理解 再加上九多两目键 喜欢以此为基础 颤谈各种梦想 常常被误解为天马行空 不切实际 事实上 PlayStation所需的运算规模是800Maps 换算成逻辑门阵列 大约需要100万门 然而当时索尼半导体部门的设计能力 最多只能做到10万门 在决定索尼是否进军游戏主机的会议上 当九多两目键说 需要100万门时 大鹤点凶当场反驳 请不要服说 因为按照索尼自身的技术水平来看 根本无法想象能实现这种规模 但九多两目键对半导体的洞察 远远超过常规理解 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信息 寻找能在0.5微米工艺下 设计百万门LSI并即将量产的公司 当时全球能做到的企业只有两三家 它最终把目标锁定在美国LSI Logical LSI Logical在今天已经是知名的芯片企业 但当时依然规模不大 经营也不算稳定 不过九多两目键坚信 这家公司能做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任何半导体公司 能够掌握如此精密的微缩加工技术 高速处理技术以及CAD设计能力 然而LSI Logical也没轻易答应九多两目键的诉求 因为他们的主要客户是SGI等工作站制造商 为售价10万美元以上的高端工作站设计LSI芯片 这类芯片当下昂贵且型号公换频繁 相比之下游戏机用的LSI芯片完全不同 图形工作站芯片每三个月小改版 每年一次全面改版 游戏机芯片则要数年不断的使用 而且出货量巨大 在LSI Logical的理解中 10万片已经是天文数字 百万片更是无法想象 因为他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做到 九多两目键坚持请求下 最终对方答应了 但条件是索尼必须承担开发费用 就这样索尼的芯片开始着手生产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内存怎么办 九多两目键对此说 决定游戏机规格的另一大要素 就是所搭载的内存性能和容量 这完全取决于半导体内存的生产能力 要认真做这门生意 就必须把内存生产力和采购能力作为关键因素来考虑 一旦需求暴涨 全世界的内存产能能有多少比例分给游戏机 如果富士这一点去设计硬件 马上就会陷入困境 也就是说 游戏机的销量取决于全球内存的生产能力 九多两目键的销售目标是数千万台 这是索尼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 因此必须有坚实的产能保障 在游戏机设计时必须新确定能够量产的内存类型 这几乎等于决定了主机的最终规格 这是九多两目键独有的思路 在此前的游戏机设计中从未有人考虑过 九多两目键提出 关键是不要使用奇怪的内存 即便性能再好 如果从EMB挑到下一代就只有RMB 那么就很麻烦 此外游戏机出货量巨大 如果选择了冷门内存规格 一旦供应不足就难以从其他厂商采购 再加上缺乏通用性 最终成本还会更高 因此必须准确预测未来的主流内存类型 否则会出大问题 九多两目键的厉害之处在于 它直接去找内存趋势的源头 它说我当时判断 凭借技术里投资力 韩国的三星电子 很快会成为事件第一的半导体制造商 于是我去见了当时三星电子的副总裁 半导体技术部门主管陈大忌博士 详细询问了技术方向和全球趋势 根据得到的反馈 我确信EDO超别模式DRAM 一定会成为PC的主流标准 EDO内存具备三大优点 容易实现性能提升 制造难度低 成本下降大 九多两目键看中的就是这些优点 所以它决定 在PlayStation上采用EDO内存 在解决完芯片内存问题后 PlayStation的硬件也开始正式制造 之后在主机外型设计 九多两目键的开发团队 又做出了哪些设想 这些故事 我们将留在下期视频中继续讲述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 为我的视频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